这个德国的这个老师 Miris教授 Miris教授 我有点不太明白 你看他到北京仁义指导过你们 对 然后他就邀请你去德国 1989年这个西伯林高级艺术学院 对对高等艺术学院 高等艺术学院 你去了呢 他每个月给你生活费 给我生活费 在他家吃 在他家住 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特别像中国的这个师徒关系 你看中国找徒弟 特别是什么老中业 或者是一些高手找徒弟 都是追着 说你行 你来当我徒弟吧 他还不让你去打工 对 他就说你要专心学格罗托夫斯基 然后就是生活 他供养你 对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够 他在德国没找到接班他的人吧 可能只是学生 但是他觉得我身上可以具备 把格罗托夫斯基的东西 掌握得很好的人 那咱怎么说 他庸俗子说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利益了 我觉得其实可能他 对 没有 没有任何利益 就是传道 我告诉你啊 我为什么就是 我为什么后来信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他是这样的人 你比方说他开始 林丈华导演去德国 发现了他以后 回来跟于世之老师说 我们给 就是85班 我们班这个学员班 请一个德国老师来吧 叫格罗托夫斯基 于世之老师根本没听说过 说是好吗 好 行 来吧 就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坐火车来的 我也是坐火车去的 坐了八天的火车 从德国到中国 然后他不要筹金 他只是北京人 给他租的好员饭店 四合院式的那个宾馆 然后管他两顿吃 早餐和中餐 晚餐他也不用 居然管他 自己就去小馆吃饭去了 所以 其实这一个月交下来 他一分没拿 他只是来回的火车票 和一日两餐 然后第二次来 依然是这样 其实第二次来 他是为我来的 他就要劝我 一定要去德国上一月 为了一个传人 对 然后到了第87年的时候 暑假他又来了 说是旅游 其实他还是为了劝我 在这待了将近一个月 这个跟学校什么 没有什么关系 跟学校没关系 就是一个教授 对 等于说他发现了一个人 他出钱就请你过来学 对 这种关系 咱们挺少听说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 因为你的情欲 对 我就说 我可能是这方面的 最奇怪的一个人 就是出去留学 是最奇怪的 第一 我不打工 在德国 那个时候 对 只有两个人不打工 一个我 一个鱼龙 就是中国爱乐 他不指挥 因为他爸 他妈那会儿 在香港做生意 还是什么 就家里比较那时候 所以我们俩经常 在柏林 就约着喝咖啡 因为他知道 我也没事 他也没事 不打工 对 然后 其实 我非常感谢他 就是以至于到今天 我出去教课 我不谈钱 是因为我觉得 我有背负着一个教授的 一个使命 就是说 他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 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其实他这么样的 这个一片心情 好像最后真正使得 您这个远赴德国的 也是因为失恋了 对对对 他当时其实请了我三次 我都没去 而且他其实在回到德国的 第一次回到德国以后 就给我们剧院写了 一封邀请函 就寄到剧院了 我不知道 后来事隔一年以后 诗之老师才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那个早就给你写过信 后来那个时候知道 我谈恋 他说你到德国 我给你举办婚礼 你就来吧 他就是希望我去 结果最后你失恋了再去 对后来我失恋了以后 我就给他写封信 我说我想去德国留学 马上就把所有手续办回来 担保啊 邀请函 所有的手续办完以后 然后因为他是教授 其实教授在国外的地位很高 然后他就给使馆发函 那会还是写信呢 嗯 就是说一定要给这个人签证 那你在德国刚去的时候 想回来吗 不想回来 为什么 失恋 失恋 至于失恋 怪不得让你调动失恋的经验 对呀 能量是巨大的 他只说能量是巨大的 真的就是因为 因为觉得再一个就觉得无望了 失恋就无望了 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真的是就是天塌的感觉 失恋有 因为要结婚了 啊 就什么都办了 什么都买好了 你们的老师啊 是个这么性情中人啊 是吗 对 所以就觉得一不反共 所以我走的时候带了两个箱子 其中有一个箱子里头 一半的箱子是装的书 是我准备不回来以后 我要在这些书室 是要陪伴着我在德国的 然后又回国 又把他全带回来了 没扔 没敢扔 我当时决定要回来的时候 我纠结了半年 就是哈姆雷特的生存 和是毁灭 就是留下还是回去 留下回去 因为生活很好 物质很好 你比如说我刚到德国的时候 我下了火车 夜里一点多 我在西柏林火车站下的车呀 然后我下了火车以后 车站很熟悉 因为法斯宾德尔有一个电影 叫地铁车站的孩子 就是在那个地铁站拍的 而且是实景拍摄 包括很多那个 就是后来我还跑厕所 那厕所一模一样 跟电影里的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太熟悉 因为我特别喜欢 法斯宾德尔的电影 我也喜欢 然后就地铁车站 我就哎呀 就到这都还熟悉 到那都熟悉 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 其实第二天 我就赶上了东西德的那个开放 哎呦你可真是 你赶上柏林墙了 一年以后德国统一 我赶的时间特别巧 因为你见证历史变迁呢 对特别巧 所以你就会见证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一年当中 也是我心理变化最大的一年 就是说我在统一的那天 之前的一天 我那会儿德语已经不错了 就所有的我的德国朋友 给我打电话说 争 那会儿他们也叫不出什么缝啊 叫翻 他们就特难听 对 争 说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波兰登堡门 你不要去广场 说你要碰上纳粹的话 新纳粹的话 你会挨打的 因为你是外国人 奥斯兰的 然后后来那天我还是去了 但是呢 就是说还是提心吊胆 就是你会突然发现 社会是把你往外推的 因为你不属于这个社会 然后还有就是 局外人的 当你在 当你在这个 他们赶上德国大选 然后比如说他们俩是好朋友 但是他们俩两个党 他们俩会为两个党争的 就是甚至胡扇耳光的感觉 就争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我在旁边说 哎呀 我说我觉得这个党还是不错的 这两个人会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 我觉得我德语也会了 我的思维也是德国化的了 就是跟德国人也能开玩笑了 也能听懂他们的德国的玩笑了 也都很愉快了 就没照镜 你以为跟他们一样了 就在人家眼里 你永远是外人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我一个朋友 就是他结婚去的德国 然后呢 不好了 就中间就跟他 那个德国爱人不好了 不好以后 跟那个德国那女子就说 八年以后 我拿到德国护照 我们再离婚 德国人很举气 好 就是八年 后来那天拿到护照 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别人都没时间 给我打电话 远征 咱俩晚上吃个饭吗 我说为什么 说我今天拿到德国护照了 哎呦我说祝贺祝贺 一定吃一定吃 我们俩找了个小馆 就吃 吃完了 哎呀我说我来喝点酒 我说祝贺你 棒 好什么好 回国回国还得签证 看我妈还得签证 对呀 我当时 这一下捶了我一下 你知道吗 我说那也挺不容易的 他说 八年了 我熬了八年 我不拿吧 不合适 拿吧 你说 这儿看我肯定 我要不拿护照 人肯定说 我不是德国人 对不对 然后我回中国人 就肯定说 我不是德国人 就是突然有一点小伤感 你就受这个触动 不 这是一个触动 再加上德国人的这种 对我的这种 民族性的这个排斥 就是下意识 他跟你是好朋友 但是他会下意识的往外推 你不是这个社会的人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 是不是也觉得没有什么 对 你比方说 看戏 我每个礼拜都去看戏 花学生票很便宜 在德国 每个礼拜都去看 看到就是一般的戏 看看也就高兴 就行了 真正看到那种 自己特别喜欢 特激动的戏 就哭 莫名其妙的哭 谢莫 老师爱哭 谢莫的时候就哭 为什么哭 就是因为你想 其实你心里还想 也站到舞台上去 我后来也被教授 你去德国不就是为了学戏剧表演吗 因为我当时不想回来 他想在那开馆子 开个中餐厅 对 就是我学这个事 然后我德国教授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的剧团 私人剧团去演戏了 去了以后 开始 因为他表演也有一些术语 就他们剧团里说话也会有一些术语 但是当你觉得这个词 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再说一遍 就是意思就是 别人说 阿搜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个词的意思是 就你突然会觉得他 瞧不起你了 你是外国人 好 我慢慢的告诉你 所以其实我就 有点说 然后所有的演的戏 你都是不想演的 但你为了生存 你必须去演 你要留在德国就没法当演员 对 所以我当时就在 就在每天听着Walkman 那会叫磁带的那个Walkman 对 然后坐在地下上 就想 我要是留下 我能干什么 我只能中断学习 拼命打工挣钱 开中国餐馆 他做餐馆怎么样 我还行 然后开中国餐馆 然后说 开中国餐馆 要是不行的话 最好的办法 找一个德国人结婚 你就开始学吗 也没有 所以我还是不行 自己做不了这个 做不出这种事来 他说那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当导游 每天举着旗去 机场街人 开着一个面包车 给人讲 这是哪 这是哪 真的是 这人生啊 我刚才一下换话出 你要不是这条路 你可能今天就在那 举小旗呢 就是啊 带着冯远征 就是啊 真的 所以前 去年还有人问我 说远征 如果你要没有回国 你在德国干嘛 我说也许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就聚着一个 举小旗的 说曾经是北京人艺的演员 在那 有可能 所以翻回来说 就是 我想来想去 最后我觉得 我要回来 我就没有 我就没学完 我就 找我教授 我说我要回国 我教授就大发雷霆 对 说你是个伟大的演员 你要在中国成名 你要演话剧 你什么 哥罗托斯对你 什么都不是 就急了在家里头 你回去想想吧 我就回去了 回去想想 我说不行 我还得回去 我还得跟他说 发完火以后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他就冷静了 然后我说我 可能还是要回去 然后等我买完票以后 我第二天要走的时候 我就头天又回去了 因为就是 他的妈妈还在当时 九十多岁的 他就是 他不在家的时候 在家里头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跟欧马 就是奶奶的意思 在一起 所以我们俩 其实感情特别好 然后呢 就去他家 去他家以后 我就 他说 我说我明天 我说 我说 他的他的那个 就是小名叫鲁特 就是 美尔姓是他大名 我说鲁特 我说 明天我就回中国了 你回去 还回来吗 我说 我有机会 我一定回来 行 他说 我明天有课 我就不送你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 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然后呢 我就跟欧马在一起 我说 欧马 我明天要回中国去了 他说 你回去干嘛呀 我说 我回去换护照 我就不能说 我 骗奶奶了 他说 他说 他说那你还回来 我说我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换完护照 我看看情况 我就回来 然后他说了一句 他说 那个 等你回来 我再死 回来 我说 奶奶 不 我一定回来看你 我一定回来看你 然后呢 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 我有一个 我给他带过一个 那个就是 盆子的手镯 是银式的 特别古朴 他一直戴在手上 就拉着我的手 然后他就跟我 看着我 他也不说什么 他就看我 然后一会儿再 又看看我 然后后来 我就说 我说奶奶 我可能 欧马 我说我可能 我一会儿得走 回去还要说说点东西 他说 那你一定回来看我 我说好 我说好 然后 就 就 就走了 当你说 我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就蹲在门口 就把他那哭 后来第二年 他就去世 奶奶就去世了 这个是很深的感情啊 你跟他也结下了 对 那这个教授 现在呢 去世了 14年去世了 很庆幸是13年 我去德国看了他 那个时候 他其实挺惨的 他是两条腿骨折 就是他的一条腿 由我两条腿那么粗 然后当时 当时 他其实 我刚回国的时候 他挺 我给他写了很多信 一封没有 后来我就给德国朋友打电话 我说是不是东西的统一以后 这个 这个 邮政的编码变了 是不是有事 他说好像没变 其实他就不回我的心 他还是对你失望了 对 后来中间有一次 就是 做那个超级访问 然后那个谁 李静就问我 你有什么愿望 我说我特别想 知道我德国教授的消息 就联系了我的德国的一个朋友 就带着录像机去 他们家拍他去了 而且正好我给我那个朋友 那朋友在中国人 给他带过一本书过去 然后呢 就拿着那个书就去了 然后去到教授家 然后那个时候 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开始流披肩发了 他原来是短发特利索 然后他就 就拍着他 然后就说 远征怎么 那会我已经不要 和莫生说话已经火了 然后他说远征 现在这中国特别有名 演的电视剧叫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看着那个书 他说哎呀 他的头发少了一些 然后说 说他不做话 他不演话剧了 非常的杀的 杀的是遗憾的意思 德语 就是很遗憾的意思 然后呢 说他好像还在人艺 还在北京人艺 然后后来就这样 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还是北京人艺的演员 我说我每年还是演话剧最多 然后他就很高兴 后来到13年 我说毕竟我必须去看他 因为又没有他的消息了 你看他就是 后来就 我去的时候没有告诉我 当时还跟了一个剧组 就摄制组拍我这个纪录片过去 然后呢 就后来他就跟说 他就跟联系的人说 就为了制造那个纪录的那个过程 就是他跟联系人 他说我只跟他们能够待40分钟 然后我说好吧 因为他说我身体不好 结果我们就去了 车停下来 停在他们家门口 我就站门口 还是那个样子 然后只是就是更旧了一点 比我走的时候更旧了一点 我正好正看着呢 然后这个门就开了 我当时就差点哭了 因为什么他坐在轮椅上 我没想到他是坐轮椅 然后哎呀 我说妈妈 我说我回来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啊 然后就进去了 就没有那么拥抱 那什么没有那种 就是激烈的 就是我回来了 然后就进屋进屋 然后他就 他就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 我就想哭 但是我不敢哭 然后呢 我说 我说那你就跟 正好我有朋友吗 我说我想到楼上 看看我住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一层一层的看 就很慌 就是没有人打扫 长时间没有人打扫那种感觉 就脏的一趟糊子 我那小屋也是特别脏 我在我那小屋坐了以后 想想我当年在这生活的 然后每个屋就串了串了串 我就又下来跟他聊天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妈妈 我说这样吧 我带你回中国吧 我说用中医的方法 给你治这个腿 看着我 他说我走不了了 我说没事 我说咱们坐头等舱 我说会给你服务的很好 我来接你过去 然后他说 他看着我 他说 正他说我呀 不想走了 然后我说 那好吧 就他眼神特别坚定 他说我不想走 我那好吧妈妈 我说你要好好的 我说 离得有点远 一定要好好的 我们聊了两个半小时 其实你那个时候也明白 有可能是最后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临走的时候我就抱了他 我说 我说妈妈 我永远爱你 然后就出来 过来以后 就顺着我们 就是经常我走的那条 上学的时候那条路 我就一直在那走 走的时候就 就特难过 然后因为我离开了三十多年 回去一切没变 环境没变 然后后来一四年 就中间呢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老跟他联系 因为有时差嘛 我又怕他 我就让我得过那个 有星期给打一个电话 结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一年不到 我那朋友说电话断了 没有人 没有了电话 空号了 完了 我这就开始 我说这个怎么办呢 我说 那我说不行 我还得要就是找他 但是这中间 我就一直在忙 当演员队长啊 就忙 后来我不行 我必须回去 17年 我说我必须回去一趟 就又回去了一趟 就带了个小生日组回去 去找他 找他 结果 回去 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知道 他没有了 他没有了 14年没有了 然后 再回去的时候 回到那个 我已经 就是他的儿子在德国 已经把那个房子 重新装修 租给了一个 意大利的大使的 那个就是家了 然后还不错 那意大利人特别好 就我说 有一个中国人 要回来看 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那主妇就早早 就把家里 收拾好 就等着我去 然后去了以后 就很难过 就是看了一切 就是刚跟他儿子见面 我们俩那会儿就特别好 见面就聊了 聊了他 他就说 他妈妈去世的那天 他在东德的一个 就是原东德的一个城市 离家300多公里 他也是剧场的一个 部门的负责人 那天正在演出 妈妈给他打电话 说 我不行了 他说 我等演完出 我赶回去 等演完出 他开车赶回到家 已经没有 哎呦 这个故事啊 你们 你们是第一次听老师 讲这个故事吗 对 对 也是第一次听 有什么感触听了 缓缓你们先说 我觉得 首先这是一段 让我觉得很神奇的 一个经历 太神奇了 让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 然后 在那儿学表演 在那儿 没有人用 用 用一个 中国的演员 去跟他们一起 让你演主要角 能给你个 边上的角色演 就不错了 所以我不知道 是在那儿 怎么样能够 坚持那么长时间 去在那儿 学这个东西 然后回来以后 发现 对自己 这恩中如山的恩师 走了之后 再回去 那又是个什么心理 开开门 物是人非 但是地方 还是那么个地方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有些人身上就有一些 特殊的奇缘 有一些 你比如说 你看他原来 这个是跳伞 对 跳伞 最后好像是 考北京电视学院 对 没考上 因为形象差 还没考上 对对 然后呢 就是在 进人意了 进人意了 然后碰到了 这个德国教授 对 碰到德国教授 德国教授 一请他不去 二请他不去 人家是要找传人 对吧 结果他失恋了 才去 然后呢 最后还是回来了 决定回来 回来了 回来了 他现在是 演员队的队长 对 他现在把他 从那个德国 这个老师 这个教授 格勒托普斯基 学派 学到的方法 用来塑造 你们 塑造 这个新一代的演员 这叫 正中国老辈 那个来说 这算是你们 师什么呢 师奶 师奶 师奶杀手 师奶啊 就是这个 这像是一个缘分 人家跨越东西 中国和德国 然后一种表演的学派 你看他格勒托普斯基 学派最早他又是 从这个 斯坦尼 斯坦尼这个体系 对 出来的 然后哎呦 就单找这么一个 中国的传人 对 然后这个传人 现在在北京人意 对 然后这种表演 他又汇流汇入了 中国演艺学派 对 对 我觉得这个 哎呦 你都流眼泪了 哎呦 哎呀 露露 现在不用调动感情了 这个真的是 怎么这么感动啊 我感觉我演完 《成卫路》以后 变得爱哭了 越来越脆弱了 是 是 你看你也爱哭 焦车衣爱哭的 不是 我爱哭 开始是傻哭 因为看老艺术家不行了 我们怎么办呢 就孩子 觉得爹妈要没了 怎么办呢 对吧 就是天塌了的感觉 对 但是那个 在看戏哭 就是做演员 对 就是想演戏 就憋得难受 你知道吗 就在台 就看着人家演戏自己 对 但是呢 你在事后来看 冥冥之中 又似乎有这么一条线索 对 就是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 对 就是有个事摁也摁不住 谢谢 我现在想起来 就有 我有一个师傅 给我那个表块 有时候我弄个踏片 他给我表 这个小师傅呢 他其实是个建筑工 但是他表的特别好 现在很多画家都找他表 他说这个 就是 原来我们在建筑工地上 他说有个老头 过来就是说 我这首绝活 就是我这个表啊 表画表什么的 这首绝活 我得找个人传下去 也是就是不要钱 你跟我学呀 这个老头天天骑自行车 来教他 他说他一辈子感谢 这个老大爷 他就是说 他没有别的 他就是说我活不久了 可是我师傅 教给我的这一套 表的这个技术啊 他说他学 他师傅 他还学不到三成 但已经很好了 对 已经非常好了 你说咱们哪个时候 说找个老师 上个培训班 还交学费什么的 他这个实际上 有些人 他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我得传下去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的教授 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特别丰富 对 而且他对于这个事业的制作 你比方说他来中国 当时没那么发达呀 说来干嘛 就是除了教我们以外 说业余生活总得让他干点啥呀 说登长城也登了 吃烤鸭也吃了 说干嘛 看他昆曲吧 就是咱们看看中国戏吧 他一看 他说这是 这是我们想寻找的最高级的表演 他说我必须认识这个人 就是海瑶仙先生 就是北坤的女的一把 大清衣 最后他就拜他为师 学 将近六十岁的了 去学昆曲 然后拿回去 教 教他的学生 当然他也不标准 后来我去 我还教过他的学生 就走这个台步的这些 包括云首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真的去找他学 专门就是那年 八七年暑假来 除了来旅游来玩 就是找他要先学 然后他发现陵墓 Zizuke 就日本陵墓中置的东西 非常好 他又专门跑到陵墓中置那 学三个月 然后回去再教他的学生 所以其实在 就是他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以学和教 智拙之极 他也是戏比天大呀 对对对 是吧 而且他觉得你 你走的时候 他还挺失望 但是实际上 你看这个命运呢 也有一个 他的意料之外 对 实际上你在德国 反倒没有太多演戏的机会 对 你反倒把他的这一套呢 带回了中国 这个咱们这个北京仁义 中国这个话剧的重镇呢 对 在这儿 开花结果 这历史上很多学派啊 就是这样辗转几千里 在中西方之间呢 对对 这就是也有东方的传到西方 又传回来 对 也有西方的传到东方 又传回去 所以我觉得您这真像是一个 一个缩影 对 就幻化到我身上了 哎 露露现在缓过来了 聊聊刚才刚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对 远程老师的老师 教授 就是他的那种 就是他的那种 对 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 非常的 美好 嗯 行了 那这个 这个 这个脉啊 有有有点 真气 刚才就随着你的泪水 渡到了你身上 哈哈哈哈 就是师徒向传嘛 你看你有俩哭 是吧 仁义的这个老人们走了 你哭 对 最后你离开德国妈妈的时候 在他门前哭 对 哎呦 你就是戏呀 不是 你太戏剧性了 对 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生活 哎呦 我觉得今天呢 咱们本来是 冯远征老师的表演课 哈哈 但是上成了冯老师的人生课 没没没 而且您这真是落实了 人生如戏呀 而且在很多方面 给咱们启迪 是吧